台灣婦女的角度因應社會型態的轉變 您覺得應該如何來調適跟親子之間的互動還有教育呢 是這樣子 我本身雖然是擔任一個社團的一個理事長 但是這方面在過去的台灣來講都是父權的社會 那以父權的社會呢 是女性很可能就接受的外面的世界比較少 可是現在陸續的到目前的演變成現在兩性都已經很平等了 也不算是說很高的地位 只是說最起碼我們女性呢 在社會上還算是有一點出人頭地了 我發現有一些大公司都是女性擔任主管也比較多了 還有一些就是在社會上一些領導的團體 也是出來做會長啊或理事長 就拿我們那個教育來講一個學校的家長會會長來談 因為以前就是以學生都是推舉學生的爸爸出來做家長會會長是比較多 那現在呢很多女性因為她投入這個教育的工作呢 也比較熱忱很重視這個教育 那擔任彰化縣的那個學校家長會會長的也陸續越來越多 也包括校長也是一樣 女生的校長也真的是也是沾了大部分 在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就是女性在這個教育方面呢 對孩子的生活的教育啊就是都非常的忠視 尤其學校也有一些就是說家庭主婦啊還有職業婦女 可以湊一個一個鐘頭或兩個鐘頭呢也會回去學校擔任愛心服務隊的一個工作 也是擔任那個閱讀的一個一個組長的工作 也有是母姐會的工作我覺得是不錯的 對孩子的生活教育的這是也是務必要重視務必需要的 那聽說我們楊理事長已經是四個孩子的媽媽 那可不可以就你自身的經驗來跟我們觀眾朋友分享一下你怎麼跟孩子做互動 談起來四個孩子的媽媽說實在的我現在鼓勵自己蠻辛苦的 我大兒子呢是研究所一年級我老二呢是大三 老三是大二我還有一個小四的 那談起孩子的互動呢說實在我以前年輕的時候是為了拼事業嘛 對孩子的教育是不是很注重 那有一天呢我帶孩子去朋友家帶三個孩子 然後去到家裡人家家裡就是他脫鞋子就亂丟了 然後呢進去人家家裡也不打招呼了 接下來就坐下來就拿東西吃了 啊後來我朋友就跟我講一句話 我他說你的孩子怎麼那麼沒有家教 啊這句話讓我清醒了 我是非常感謝那個朋友啊自從那一句話之後呢 我給我的孩子訂下一個規則遊戲 如果說我去朋友家的時候 第一呢的規則遊戲呢 你一定要把鞋子排好 進去家門呢就是要跟主人要打招呼 啊第三呢你要坐下來的時候呢 你要先問過爸爸媽媽這個東西我可不可以吃 那在這之後我們要離開呢 一定要跟叔叔伯伯說再見 我們才可以離開 如果沒有叫不可以回家 是這樣子的教導孩子花了兩年的時間 甚至在車上都是用車上的一個教育 因為我不因為我的時間是有限的 都是盡量利用那個一些時間來教孩子 啊兩年下來呢 到現在目前孩子長大了 他的規則遊戲還是照著走 沒有改變 這就是我最高興的事情 啊到他成人呢 我用比較歐美的方式呢 來疼愛我的孩子 是怎麼疼愛呢 雖然是大學了 我有說研究所 他如果說在家裡 我房間睡覺的時候 我一定摸摸他的頭 孩子你今天有什麼不高興啊 今天有什麼快樂的事情啊 你要不要跟媽媽分享 然後呢 也有時候的跟他擁抱一下 我覺得這樣子會增加我們親子的關係 我們這樣子 爸爸媽媽跟孩子的誤動 就會更上一層樓 就沒有那個 代溝的一個存在 這就是我跟孩子的誤動 謝謝 非常好的方法 非常謝謝我們楊理事長 這麼感性的分析 那相信大家對於這個親子教育 會有另外一種不同的體悟 所以說這個要兼顧家庭 還有工作的這個女性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婦女除了要這個自我學習啊 重視孩童的教育啊 照顧家人長輩啊 還要在這個職場上競爭 真的很需要取得 從中能夠取得平衡 那藉這個機會 請教這個在座各位 在家裡有沒有什麼紓壓的方式 可以讓自己放鬆 然後在這個工作上啊 孩子上都可以就是照顧得很好 對 先從我們處長開始 好 我想因為整個工作很忙的關係 當然我們的這種紓壓 就可能是比較很簡單的 比如以我來講 我大概可能就是會去散步 就是沿著住家周圍的散步 那或者 偶爾假日的時候能夠去吃吃美食 那或者是有時候的閱讀 不過我都有一個特別的 就是都會盡量能夠跟孩子一起做 比如我今天出去散步 那我會希望孩子就是陪著我 那一邊走 我們就一邊來做一個聊天 然後來問問看學校發生的一個事情 那或者是吃美食也是一樣啊 大家一起來做一個參與 那至於我剛剛提到的這個閱讀 那就特別 比如今天孩子他喜歡看漫畫 那我一定會把他這個漫畫也拿來看 才知道他看什麼 對 才知道他看什麼 比如說他要看九把刀 那我也趕快 他看完我趕快跟著他看 那比如他今天FB 他加入FB 我一定馬上也趕快去申請一個帳號 然後要求說要跟我當好朋友 我想其實也就是藉由這樣一個方式 對我自己來講我覺得是一個休閒 但是呢我也希望就是在忙碌的工作之餘 我也可以藉由這樣的一個方式 能夠跟我的孩子是能夠更加的一個親近 那我也能夠知道他的一個想法 那同時也藉由這樣子的這些舉動 讓他知道我是關心他的 真的是不簡單 來再請教一下我們那個蔡校長 什麼樣的紓壓方式 在學校的工作這樣的忙碌 而且我是一個新社校 這樣一級兩級三級 這樣一直過來 真的是有一點力不從心 在這樣的過程中 我們都跟同仁的享受 尤其現在已經完成了以後 我們學校裡面的 有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 塑膠巷子的跑道 就是國際跑道 我們處長上次去的時候 他說你們學校怎麼這麼漂亮 真的他會非常的羨慕又忌妒 所以我們就善用 我每次都跟我們的同仁講 我們大概學生四點以後 我們幾乎都學生都走光了 我們全校的老師就是跟一起家長 一起在那裡走 那個場地真的非常的漂亮 尤其我們的旁邊的又靠近圓路路 所以這光鮮亮麗到晚上十點還是很多 所以我們那個功能性 真的是相當不錯 做這一座的那個 我講的運動場的跑道 真的是附加價值真的是太棒了 假日 假日什麼時間都有 都真的太多了 我平常的時候 因為我比較大概練了十幾年的瑜伽 這個就是說我在紓壓的當中 其實瑜伽是你的能力多少 你就拉多少 所以讓我的筋骨年齡再成長不會僵化 這個是減緩我們的骨質的一個部分 我的孩子也常常跟我講說 你最好一定要多曬太陽 所以我不怕曬太陽 就是說我再怎麼太陽的時候 我就帶一個小的 然後讓它曬太陽的時候 骨質才不會疏鬆 所以我還是一個正的 沒有骨質疏鬆症 所以我就是利用這樣的關係 我本身又是一個很喜歡聽演講的 所以像憲如有舉辦 吳娜聰希有 我一定會上去聽一聽 看一看 要看看雜誌 這個是我的一個紓壓的方法 又可以紓壓又可以學習 又可以學習 謝謝校長 那請楊理事長跟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我的紓壓方式很簡單 我們雖然是工作忙 是禮拜一到禮拜五 就是忙是沒有關係 可是六日呢 我比較注重的是 跟孩子跟先生在一起 有時候就是一起吃飯聊天 如果說假日的六日之外 我們還可以就是說到郊外去 家人聚在一起 這是我們最大的一個紓壓的一個空間 就是把weekend保留給家人 是 好 謝謝楊理事長 謝謝 我們剛剛有提到這個 我們楊理事長有四個孩子 那我們蔡校長也有三個孩子 那處長這邊也有三個小孩 那在這個孩子的這個互動過程裡面 一定有很多很開心啊 溫馨的這個小故事或是小片段 可不可以接這個機會 也來跟我們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我想我的三個孩子都是男生 那我自己一直覺得蠻高興的就是說 現在雖然已經兩個讀大學了 一個高中了 可是他們現在還願意跟我愛的抱抱 那這一點真的我會覺得很感心的這樣子 其實這個我想也是有一點訣竅的啦 其實他們小的時候我騎摩車載他 我就跟他說 媽媽的技術很差 你一定要把我抱好 不然的話很容易出狀況這樣子 那因為從小就一直講到大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很自然的動作 就是一上了車子還是給你抱得緊緊的 我想有時候這種一點點的一個小動作而已 但是呢卻讓我還是覺得真的是很高興 非常溫馨喔 來那個校長 我是三個小孩養男一女 我的孩子小時候是我跟公婆住在一起 所以公婆幫我一起的撫養長大 所以在他們的這樣的一個輩分當中 有三個層面吧 有阿祖阿嬤又我 就四代同堂 在四代同堂的當中 他們就會教他 我會教他怎麼去弄 所以在他的成長過程中 他們很懷念以前救世的那個家庭的生活 現在在社會的這樣變遷的時候 我孩子假如像今天是冷了 他就說媽媽天氣冷了 你要再多注意自己的身體 等一下他就告訴我說 跟爸爸轉達一下 我等一下下一個電話就是要打給阿嬤 所以他就是這麼溫馨 這個就是屬於身教 從小的時候這樣 有一次我覺得他太久沒有打電話回來 我就打電話去問他說 你是在忙什麼 他說相當的忙 忙的時候那一天他告訴我 回話的當中 媽媽你要做什麼 沒有我想去跟你吃一頓飯 因為他住在外面 他跟我講 那我就開車回來 跟你們吃飯 跟阿嬤吃飯 所以就是這個真的很感 很溫馨 因為他已經到四分年齡 他要有這樣的嚮往 我是覺得真的從小 他就是這樣長大 一步一腳印 然後身教研究這樣出來的 對啊 真的非常的溫馨 看著父母 然後回家跟媽媽吃晚飯 對 他就說 那你不必啦 我回家跟你吃 開車就回來了 好 謝謝校長 請這個楊理事長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是常常都會跟小孩子做聯繫 幾乎每一天晚上大概9點10點都會打一通電話給孩子 不打電話就是用LINE 就是全部的一個做連結 小孩子如果說有一個我打電話沒接到 或者說LINE沒有回來 老大就會知道就是我大兒子 他會去問原因 他說你怎麼沒有跟媽媽聯絡上 他就會告訴我 因為我比較能夠很高興是大兒子長大了 他替我分憂 就像昨禮拜天的時候我們去高雄 以前開車的時候不是我先生開就是我開 這次不一樣就是兒子開 我說兒子你累不累 他說不會不會你睡覺啊 你睡覺我開 這樣子是說我的孩子終於長大了 這就是最溫馨的時候 對媽媽來講真的是很開心的 這就是我們的做媽媽的一個心裡的一個感受得到很深刻 好謝謝楊理事長 很高興喔 今天跟這個在座的嘉賓分享親子教育的這個議題喔 鼓勵更多的這個婦女朋友 除了教育子女之外呢 也要充實自己 那在家庭裡面其實聲教跟嚴教都是非常重要的 相信呢 藉由今天這個節目呢 讓這個媽媽們都能夠成為現代夢母 成為孩子們的完美典範 謝謝在座各位的分享 那也非常謝謝我們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